台北颱风7月底登陆台湾 夹带的丰沛雨量 南部地区多处积淹水 机关署担心的类鼻居 传出了感染案例 高雄市卫生局在积水退后 进行了喷药清理 根据统计资料 高雄市的风灾过境后到8月5号 激活了新增8例的类鼻居个案通报 从永安 男子 子官到林园区 8名个案都有多重慢性病史 研判是社区散发感染 而机关署公告 台风过后国内已经确诊了 11例的本土类鼻居案例 通通都发生在南部县市 除了高雄市8例之外 台南嘉义各有3位 其中10位有慢性病史 甚至有3例住进了加护病房 细菌它对某一些常用的 这个抗生素其实是有抗要性的 所以在治疗上面呢 对于就是临床医师的挑战 是比较有挑战性 会发造成临床疾病的原因呢 还是跟你的这个免疫力 然后还有就是你接触的这个环境 还有这个水 里面土壤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病菌的这个存在 类鼻居死亡率高达75% 类鼻居伯克氏菌 这种细菌是存在土壤和泥水中 初期的病征跟感冒相似 整理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呢 可能就需要 比如说就是戴手套 或者是穿鞋子 就是避免我们 就是皮肤直接接触到我们的这个水 还有这个基土的这个环境 医师提醒 类鼻居主要由皮肤伤口 或是吸入受污染的尘土或水滴感染 提醒台风过后 民众要清理家园 务必戴口罩和手套 避免感染 三连新闻 王少女俊荣综合报道